你好各位观众 我是黄蜜蜜 欢迎收看今天6月16号 公示晚间新闻 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我们要来看今年的高中职 申请入学放榜之后 响起了一片大意之声 除了明星高中的录取分数 创下新高 一些技职学校的分数排名 更是大跃进 像是台北市的大安高工电子科 录取分数402分 跟师大附中是一模一样 另外台中高工也有18位 超过400分的考生 其中最高分410分 不但可以进台中一中 连上建国中学都没有问题 而这些高分考生 选择就读技职学校 主要原因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毕了业之后可以直接就业 而如果想要继续升学 念到博士也没问题 国中基策申请入学成绩揭晓 技职学校成为当红榨子基 全国高职第一志愿台中高工 今年有18名400分以上的学生 申请入学 方总是清水国中的阳朝元 他考的410分 不仅可以吻上台中一中 甚至全国录取分数最高的建中 也没问题 现在讲就是说高中 你以后就是普通高中 你以后就是读一般的大学 你高工的话 以后读的话就是读 转科大或者是就业方面这样 像是阳朝元这样的学生 近年来越来越多 以台中高工来说 分数最高的资讯科要394分 电机科390分 可以比美不少明星高中 校方表示 近年来宣导技职教育 渐渐看得见成效 而相较于一般高中 技职学校不仅可以学得一技之长 升学管道也多元 都是人数成长的主因 他也可以练科大 未来会继续来练学士 硕士 博士 所以在整个他的生涯发展方面 并没有雅一雅 这个一般的普通大学 大环境不景气 加上近年认同应该学习一技之长的观念 高分选读高职人数增多 加上同样可以考大学 出炉不输明星高中的学生 以台北市大安高工来说 电子科一次冲破了400分 比建中 比与女低一点 跟台师大附中平起平坐 如果进到普通高中 或者是进到我们学校大安高工来 三年以后他进到国立的大学 事实上我们大概占了六成多 打破传统观念 技职学校和一般高中的学生数比例 今年几乎到了一比一 也让技职学校的入学竞争 越来越激烈 记得林建森 彭焕群 台中报导